统房统治在我市实施以来,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有良好的生态效益,有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的季节,今天上午,白沙镇西村的水稻田间正举行水稻全域统房统治推进现场观摩会。 来自江门天河公司的技术人员,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在距离水稻田数米的空中来回穿梭,为稻田喷洒农药。 短短十分钟时间就完成了大面积喷洒。 近年来,受到耕作成本制约,耕户在地租、生产资料及人工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不少耕户耕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随着统房统治在我市的推广普及,无人机、智慧农业等新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提效降本的新空间。 我们通过这个推动无人之宝机的这个作业啊,大大提升了我们比较高的新技术。 病虫害防治的这个效率,通过这个采用高效低度的农药呢,可以极大的减少我们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和农药包装汇气物的这个田间的这个丢弃的这个情况。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专业技术的服务呢,能够更加精准的为我们的这个病虫害提供这个防治的这个指导。 据了解,在江门台山两级供销社的支持和指导下,天河公司晚造水稻病虫害统房统治社会化服务,正向全市17个镇街稳步推广。 目前参与面积已达26.99万亩,其中白沙镇实施面积超1万亩,参房农户达300个,涉及17个村委。 短短半年时间便实现了从0到1万的飞跃,成为供销系统助农服务的首批示范点。 我们通过近10年在台山推广统房统治,采用高效低度的农药,使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啊,确实这几年得到明显的改善。 比如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田间的白鹿啊,越来越多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环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和回报。 本台记者杨晨,刘鹏飞报道。